陆菲露林和陈硕自从在乌安邦 跟谢萧学乐轻功 按下决心 要在二年内 不借助外武可以自由上房 于是每日接长在练武场的梅花庄 一个多时辰 阳秋山起步稍晚 也不甘落后 四个小家伙每日练得有声有色 当然四个月下来 陆府柴房的五瓦一惨遭损毁 索性在第六次休息后 已然过去一个半月上还完好 足见小娃们也已练得有模有样 月上柴房轻快了许多 彼时正是种下 刚进四时暑期便开始由地面向上返 几个小娃已在梅花庄上 练了大半个时辰 一个个满头大汗 兄长 林儿昨日发现 咱们书房的屋檐下有一个燕子 陆琳从梅花庄上跳下来道 不如咱们去看看燕子 说不定能看到乳燕呢 嗯 顺便比试比试看谁 月上五顶更轻更快 杨秋山附和道 咱们书房的五顶可比柴房高出不少 秋山哥你是后学的 真能上去 陆飞不动声色地问 可不许踩窗边那颗垂柳 陈硕拍了怕杨秋山的肩膀 放心 怎么我也比你们高大半头呢 杨秋山呲哑一笑 率先向后院书房走去 几个小娃叽叽喳喳路过主院时 被陆毅换住 板着面恐喝赤道 都忘记了 不准在主院附近吵扰 你们娘亲需要休息 过几日小弟弟或小妹妹出生更需要安静 再有一次 每人蹲马步二个时辰 舍 爹爹姑父大伯 四个小娃一口同生 不过爹姑父大伯 我们都觉着 娘姑姑大伯母定会生个小妹妹 但人 怎么了 孩们又淘气了 今夏挺着大肚子走过来 喂 你怎么自己出来了 陆毅急忙扶住今夏 无妨 我很灵便的 姨都说我脚步轻盈 还让我多活动呢 几个小娃上前失礼 齐刷刷地站了一排 今夏笑道道 瞧瞧你们几个练完工也不去洗洗 浑身上下都是汗 我们还没练完呢 那还不快去练 几个小娃达了声势 护士笑笑谁也没敢看陆毅一眼 撒腿跑了 但人 您去忙吧 我应该还得几天才能伤 今夏拍拍陆毅的手 最近北政府思议不慎忙 我多陪陪夫人 陆毅扶着今夏向树下的阴凉处内走去 你怀菲尔灵儿的时候 我在外面办差好几个月 走的时候肚子还很小 回来的时候我都快认不出了 夫妻二人正说着话 终不来报 彭万城到访 陆毅清握握惊吓的手道 我去去便来 惊吓在树下坐了一会儿 慎觉无聊便站起身 向孩们是才跑去的方向走去 距离孩子们的书房还有数丈远 便听见七嘴八舌的声音道 这里有好几颗鸟蛋呢 燕子的窝 千万不能碰 鸟蛋亦不要碰 知道知道 灵儿 你让开点 我和秋山哥一起上去 不行 费尔 一个个上把 岑硕阻拦道 岑硕的声音浮落 风声响起 接着便听见两声哗啦哗啦 再然后是哀哟哀哟的叫声 今夏听出是陆飞和阳秋山的哀哟声 知道这两个小子定时摔了 而且摔得不轻 不然不会叫得这般大声 心下着急 加快了不知道 费尔 山儿怎么了 听到今夏的声音 陆飞和阳秋山想马上从地上爬起来 奈何屁股被石子落得生疼 脚也崴得肿起来 陆林则立即从屋顶跳下来 与陈硕一起奔向今夏道 门 大伯母 没事 您慢点 慢点 今夏只看一眼陆林和陈硕 快步向沐飞和阳秋山走去道 你们两个 怎么样了 能不能起来 灵儿去请姨外婆 硕儿去找人 飞而山儿你们停一会儿 好 灵儿硕了一声 撒腿便跑 能 我没事 您莫急 我能起来 陆飞一手称帝 试着站起来 阳秋山则拉着陆飞的手 试图让他借些力 今夏看着他们俩 吃力的强撑离地面又摔回去 心疼道 等等 等等 一会儿来人就好了 你们也是 这般不加小心 你们看看 这回又该修书房了 怎么不打算读书了 今夏瞥了一眼 掉落碎成几节的五瓦 不 不是 娘姑姑 陆飞 阳秋山念如这不敢抬头看今夏 心底盼着快点来人 不然让爹爹姑父发现娘亲姑姑在这儿 而他们哪还这浮模样 他们哪真的会被罚蹲两个时辰的马步 甚至不是一天两天 正思存着 却听见今夏轻微的身影声 两人一同抬头 只见今夏手捂着肚子 正一点点地向下蹲伸 喵 喵 你怎么了 陆飞顾不上脚疼屁股疼 爬向今夏 姑姑 姑姑 阳秋山也吓坏了 一向今夏爬去 无妨 喵 能挺住 你们俩好好的 莫在地上爬呀 今夏 我来了 有力而又熟悉的臂膀将今夏抱起 不是在树下成凉吗 怎么走到这里来了 大人 飞而善而 他 他们 不用管他们 哎呦 哎呦 好像要提前生了 嗯 我陪着你 羊水破了 啊 啊 大人 你的衣服湿了 无妨 我们马上便到房间了 吻婆何以已经在府里 邀人去请了 络一抱着今夏 快步向主卧飞跑 回到房内见淋淋于吻婆还未到 急得脑门上的汗霹雳啪啦地往下掉 直捧着今夏的肚子安慰他道 今夏 坚持一下 坚持一下 呀 大人 你呗 别急 今夏虽身吟着 却又反过来去安慰陆毅 夫妻二人接汗是衣衫 正自着急 玲玲与吻婆匆匆进来 陆毅急道 你 今夏是不是提前了 也不算提前 七日内皆属正常 不必担心 玲玲甚是沉稳 瞄一眼陆毅道 义儿 你可以出去了 我 我 我什么我 赶紧出去 原母府一尽无便向外推陆毅 上次生非而 玲儿不让你在这里待着 怎么这次会例外 快 快出去 陆毅阁这原母看向今夏 今夏一正看向她 扯出一个笑容道 大人 听娘的快出去吧 咱们女儿也希望爹爹在外面守护她 好 我在外面等你们母女 你呀 一心想要女儿 一会儿我看你再生出个淘气小子咋玩 玲玲打去着今夏 连毅儿亦受你影响了 别看了 南海女孩生出来算 严母推着驻足在门口的陆毅 今夏莫的响起陆飞和阳秋山 冲着陆毅道道 大人 叫人看看飞儿山儿 话音腐落 砰得一声门关上了 莫说了 留着些力气 一会儿生娃时后用 玲玲将手搭在今夏的手腕开始枕脉 再说那几个小娃 见娘亲捂着肚子喊痛 爹爹又抱着娘亲飞跑 以为闯了大祸 一个个面面相去不知如何是好 陆飞和阳秋山更是忘记了脚疼屁股疼 好一会儿还是陆林先反应过来 伸手扶起陆飞 才说一锦随其后将阳秋山扶起 四个小娃歪歪斜斜向主院走去 走至半路 陆飞看向陆林道 灵儿 你说娘会不会有事 我有点有点怕 啊 也得去 爹说过好儿郎敢作敢当 陆林板着小脸一字一句道 啊 挨伐倒是无所谓 只祈祷娘亲无事 陆飞憋着小嘴稚气的小脸皆是愁容 阳秋山 陈硕一搭拉着脑袋 没了先前的生气 你们几个 这是怎么了 又淘气了 四个小娃听到这看似走笨 实则满是关心的问话 立即抬起头来 陈硕第一个嚷起来道 滴滴滴滴滴 您来了 太好了 一会儿您一定要在大博面前 给我们求求情 来人正是陈福 他一脸无奈道 求情 又淘气了 几个小娃一起垂下了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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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